歡迎收看 醫師好辣 介紹我們好辣醫師團 治療疾病還有這麼多方法 今天好辣醫師團要來告訴你 聽都沒聽過的特殊治療 邊玩邊治疾病 可能耗更快 三位藝人 又接觸過哪些特殊治療呢 我們看診時需要醫師的診斷 但在我們治療的時候 更需要更多的治療師來幫我 今天就介紹大家 復健背後的大工程 這些治療師您認識嗎 講話也要治療 語言治療師教你怎麼說話 因為你喉嚨用不對 可能會傷喉嚨嗎 我們以前在醫院裡面 其實對於這些輔助的 專業同仁的了解其實不多 那我對語言治療師 第一個了解是 我們以前在嘉醫科 看老人的時候 老人如果吞咽困難 我們就會開語言治療 其實我被訓練的時候 開語言治療 我就很納悶說 為什麼要開語言治療 它明明是吞咽的問題 所以我從來不知道它怎麼治療 直到有一天我自己 身帶出了問題 我才知道語言治療師的功能 到底有多大 我還是我的經驗分享 我自己是個病人 那我的狀況是這樣 我有一次在 在一次很歡樂的場合 跟朋友高聲談笑 整個晚上講笑話 笑到半夜 對 別人早上起來 沒有聲音 就突然完全沒有聲音 然後我去看診 完全講不出來聲音 我結果那兩個禮拜時間 我以為想說 我只要不講話 然後我看診的時候 都買了一個 特別買了一個麥克風來看診 所以我買了一個麥克風 非常辛苦地看診 甚至我還帶那個大聲工來 我們整間的護理師 我就說這個太難看了 用麥克風來看 過了兩個禮拜都沒好 可是我知道有問題了 我就去找我的侯科的學弟 他幫我一看 他說 學長 你也有點年紀了 他說你的聲帶 其實是開始萎縮了 我說 我其他地方都沒有萎縮 為什麼聲帶會萎縮 其他地方萎縮 你不敢講 對 因為一直認 正常 對 他說其實是因為你長時間 講話的方式不對 他說我幫你安排一下 語言治療 所以我就去找語言治療師 那我去找語言治療師 其實我當時對發音聲 也是一個錯誤的觀念 我去就說 我聲帶有問題 他說你為什麼要這樣講話 他說聲帶 我就說聲帶有問題 不是要低聲講話 不可以用高音的部分 那語言治療師就說錯 其實聲帶要用得很平均 高低音要有異陽 就錯 你長期用一個地方 一定會出問題 他就開始測試我的 發音的問題 就開始 叫我發一些聲音出來 我就開始發 可是我當時發的音是 這種破曉的聲音 然後就發出好幾個不同的聲音 就發出幾個不同音階 其實都是燒瞎得很厲害 然後他就叫我發 找一個聲音是對的 我就開始去找到一個 剛好好像鼻腔可以共鳴 他就說對 你就是要開始用這種鼻腔來共鳴 然後他就開始做幾個語言的訓練 第一個是叫我唸一些文字 比如說唸一首詩 然後我唸詩的時候 我就故意很低聲音 他說你這樣講課 可能沒有人會聽吧 病人可能這樣子很難過吧 他說你講話試試看 又一揚蹲 我就開始去找那個音頻 然後第二件事情 他就開始說 其實你可以利用你的 喉部的肌肉 來幫助你的發聲 於是他就教我一些 訓練這個聲帶的方法 我第一個拿到的是 他給我一根軟管 我說這不是我們在病房裡面 抽彈的管 他說對 因為正式的語言治療師 那個進口的軟管太貴了 所以我們現在都便宜的方法 就給你剪一個抽彈的軟管 功能一樣 那我說這個要回去抽彈嗎 他說不 你要回去練習發音 他就告訴我怎麼發音 當然現場他也教我一些發音方法 然後他就叫我回去做這個練習 平常我會用這樣 這樣去練習聲帶 或者是練習發1 screenshots的音 可是這個時候要用這種 來加強主力訓練我的聲帶 胖內附近的肌肉的力量 就會變這樣 這好像小朋友會玩的遊戲喔 那這樣練多久 小朋友在餐廳都這樣不停鬧啊 十分鐘 那你去趁洗澡就拿個水管這樣 那你剛剛說的沒錯 我現在起床都會洗澡 對啊 反正就泡到那邊 因為我剛剛弄我的小孩 看到我說 爸 你的賺碼 這個感覺他還滿幼稚的 其實功能還不小 我這樣訓練完之後 我覺得發生了會有進步 所以這是一個還滿不錯的訓練 第二個訓練的方式是 用嘴唇來發音 這我才知道說 語言治療師其實有很多的方法 你看 為什麼好想笑 這個其實滿好笑的 一般在唱歌 你學弟是不是整你啊 那不是 因為我後來上網去查了一下 確實有很多的治療的方式 是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女兒那個歌唱比賽 歌手在後面也是要把這個打開啊 對 所以那這個叫多久 這個周期 這樣子是每天練習十分鐘 所以我現在有的時候是這樣 開車開到一半 等紅燈的時候我就 我們有語言治療師 其實那個語言治療的話 成人最主要就是嗓音啊 或者是吞咽的部分 譬如說中風的老人 腦傷的病人 他們沒有辦法從嘴巴吃東西嘛 所以就會用鼻胃管 那這個吞咽的附件就是找語言治療師 那另外的話就是小朋友 譬如小朋友 不會講話啊 或者是會講話 但是講得不清楚 比如說他可能到一二一一歲 兩歲都還不太會講話 就要找你語言治療師 對 不太講話 或是講話不清楚也是口急啊 那接下來入學的小朋友的閱讀 讀寫這一塊也是語言治療師在做的 對 那剛剛醫師這邊說到的 就是一個嗓音的問題 那用聲過度其實在很多的行業裡面 是很常見的 那像我們有一個case就是 他是客服人員 因為他一整天是需要講 非常大量的話 那還有一點就是 他必須要壓低他的音量 因為那個環境 他必須要壓低音量 那壓低音量跟氣音講話 其實是非常的傷聲帶 那長期下來 然後又沒有喝足夠的水 然後又沒有做喉部的放鬆 所以他那個聲音就越來的越啞 而且他講話會很吃力 接著慢慢就會沒有聲音 那在醫師的轉介之下 他就來我們治療所 那剛開始的時候 我們其實是會教他一些放鬆 放鬆的按摩 還有一些正確的保健方式 接著我們就要幫他做氣流的控制 調整適合他的講話頻率 然後還有就是幫他提升他的共鳴 讓他用更輕鬆的方式講話這樣 那經過幾個月的治療 這位客服人員後來 他也是可以回到他的工作崗位 繼續工作 而且他在講話的時候 然後也覺得就更輕鬆 他是客服人員對不對 對 那還有一些像配音 靠配音示範 一定他講多少話 他可能喉嚨用不對 上次來 阿松啊 他就喉嚨這邊長繭 右邊 左邊長繭 右邊長繭 這樣 他就很辛苦 又開刀 所以這個就是要教原治療師 告訴他省力運用對不對 對 還有什麼治療方式 另外還有就是 喉部的按摩 對 最主要就是喉部的按摩 讓他去放鬆 其實我們在一整天下來講話 如果有一些行業會講話 講非常多的話 其實他喉部是非常緊的 那透過這個放鬆 可以改善他的共鳴 還有他整個的力量 這樣子 可是你沒有示範 可能觀眾不知道 好 要不要來示範一下 我是坐著嗎 不是我耍大牌 你過來拿一下椅子 很比較麻煩 沒有 就是這樣 那要怎麼樣 比如你要檢查我喉嚨 有沒有用對嗎 還是 看那個肌肉的力量 好 來 對 那瓜哥幫我看前面就可以了 好 首先我們的手會放在 男生的話非常明顯 這邊會有個喉結 那我們會放在 然後我們是用 左右推的方式 去放鬆這邊的肌肉 那有的時候 你可能會聽到 咖咖咖的聲音呢 大家會有點害怕 其實這是正常的 就代表那個地方的肌肉 太緊了 那像瓜哥的話 他左右的用力 其實是滿平均的 對 但是再往深度裡面 暗一點的話 其實會發現一些 那個就是肌肉 特別緊的部分 對 所以我們就會 在這個地方 然後做化圓的按摩 好舒服 化圓圈 然後換邊 推過去 河上化圓 不是啦 有痠耶 對 會很痠 因為瓜哥你整個 肌肉滿緊的 對 好 來 再幫我吞個口水 對 這樣 那每天的話其實 要多久 自己按大概就是 五分鐘 或者是你在洗完澡之後 因為熱熱的嘛 那這時候肌肉特別放鬆 你去做那個效果會特別好 對 那洗完澡之後啦 對 洗澡的時候要 呜呜呜 呜呜 謝謝你 謝謝余 謝謝余 是 喉嚨余要保養 因為常常長期要使用 尤其唱歌的人 或是靠聲音講話的 對 你講 如果我們聲音都沒有了 就等於四句放話 唱歌是一樣的 所以喉嚨非常非常重要 但其實我去年就遇到這個問題 然後那個時候我只是覺得 我講話 越來越吃力 尤其是工作 上節目有時候大笑 或幹嘛 要講話很浮誇的時候 我就覺得我講話好吃力 然後我感覺已經要用吼的了 然後那時候覺得不對勁 因為這邊感覺就有一個東西 一直卡在這 我就是不舒服 我怎麼樣吞東西 都覺得這邊有異物感 然後那個時候我就想說 去幹個耳鼻喉科之類的吧 去大醫院掛號 然後那個時候醫生呢 他就說 這樣檢查感覺沒什麼事 那我們做內視鏡 然後那個醫生 他就幫我噴了喉嚨的麻藥 他就要伸那個內視鏡管子 進去看 然後進去看 你就有個螢幕 可以看到你喉嚨裡面 整個狀況 然後看到 看到聲帶的地方 他就說 那你現在做一些發音的訓練 我說 不好意思 因為我根本不能講話 然後他就說 來 你先尖叫 但是你看得到螢幕嘛 看得到 可是我這邊一直插個管子 所以我一直是處在那種 的那種狀態 他就說那你尖叫 我想說 你怎麼叫 然後反正就是尖叫完 然後就是一直處在一個 我覺得他在整我的狀態 這D是有毛病 東西塞好嗎 叫他尖叫 因為他要看你的那個態 變態 他說你可以整我 然後反正他看到他就說 他覺得我的發音方式有點不對 因為他在看那個聲帶 共鳴的那個震動的時候 他是有點不對勁 然後在旁邊 仔細再往下看的時候 他說 我的喉嚨有長一個 可是他那個線體是不需要開刀 因為他現場有看說 他不是一個壞東西 他說你就是觀察 讓他不要再變大就好 他說可是這個辦法 唯一的就是你要合併治療 我說合併治療是什麼意思 他說沒關係 你下一次回診的時候 你去看語言治療 就是我這邊看完 你去隔壁看語言治療 我說我會講話 我為什麼要語言治療 對 我就想說很奇怪 所以我就很納悶 我去了語言治療的時候 他就是一個老師 就是跟我兩個對坐 跟我聊天 他就說那你平常共鳴 是怎麼樣 講話什麼 然後他開始叫我做一些 很奇怪的動作 譬如說 放鬆 頭部一直叫我在那邊轉 然後要不然就叫我 站起來扭腰 然後要不然就叫我就是 就是放鬆全身的肌肉 我想說我不是要語言治療 像剛剛他還有一說 沒有 他就是 他說你在家也是自己 就是放鬆 然後什麼 把脖子伸到最長 然後轉圈 我想說這就是在二整磨 他說沒有 他說因為你平常用力的方式不對 然後加上你的肌肉很緊繃 所以你發音就會越來越用力 然後他會拿一支那個麥克風 就是像剛剛老師講的 就是他會叫你發聲 比方說你發一個很高的E 你就要 然後他要 E到煤氣為止 然後他就會有儀氣跑出來 就是看你的E是怎麼E的 他會告訴你 正不正確這樣 對 然後譬如說很低音 你就是一樣一口氣要喊完 然後這個治療是 每個禮拜都要治療 其實各位知道 這治療師為什麼有 這麼細節複雜的東西 因為要改變一個人習慣太難了 對不對 完全是要改變習慣了 所以太難太難了 改變習慣難 改變觀念更難 我們知道台灣 台灣的醫療環境 在很多年前 其實藏起來是一個像 父權體系 組織醫師說什麼就什麼 所以 所以今天我們看到 這麼多治療師 其實我們現在的醫療團隊 是講跨領域 多團隊治療 我常常就 就很多病患 他這種觀念搞不清楚 那等一下我會舉個案例 這個案例說 到底後面這麼多的 我們輔助醫師在做 這個團隊治療的 他們的重要性有多大 我常常跟病患講就是說 組織醫師就要先發投手 王建民再怎麼搶 你每一場都讓他投九局 你不給他中繼投手 不給他後援投手 結果不會好的 很多一定 不一定會每一場都勝投 是 那其實醫療過程就是這樣子 那如果你每個都要靠組織醫師 撐完整個醫療過程 後面沒有給他中繼投手 沒有給他後援投手的話 那個結果 就像王建民撐九局 球賽會輸掉 前面都拖得很好 到最後一場可能就 然後結果就輸掉了 那我們就有一個案例 就是一個老人家 那剛剛講語言治療 大家講了很多發音的練習 那其實語言治療師的專長 其實不是在發音 其實很重要的是在臨床上 他剛剛也提過 吞咽 吞咽的訓練 那這老先生中風 他是個腦幹中風 腦幹有什麼特性呢 就是他如果不是很嚴重的 到昏迷的程度的話 通常意思是醒的 他的肢體活動或許還OK 我們講如果不是很嚴重的話 可是他比較容易影響到一些 我們喉部的一些反射動作 那這個包括什麼 第一個發音 那第二更重要的 吞咽 吞咽 什麼意思呢 就他可能很容易搶到 所以這個病人在住院過程裡面 腦中風其實大概 大概也是大致到穩定的程度了 可是在住院過程裡面 他在進食 喝水就容易搶到 所以醫師其實我們醫療團隊 就建議他說 最好你在急性期 你要先嘗試放個鼻尾管 放個鼻尾管之後 先用鼻尾管餵食的方式 等你慢慢慢慢穩定了 我們可以幫你安排語言治療師 可是老先生就根本就沒有聽過 什麼語言治療師 什麼其他什麼治療師 對 我講很多觀眾都沒聽過 很多都沒有聽過 對 安排語言治療師 他有時候來叫他唱歌的 他說不需要 對不對 醫師要放鼻尾管 他也拒絕 所以老先生就是說 我可以自己吃 我可以自己喝 我可以講話 我都不需要這一些的 醫師就跟他講說 你不這樣的話 你後面可能會面臨到重複 重複的一個吸入性肺炎 他就不聽 那老先生穩定了也出院了 出院之後 他在三個月之內 兩次 因為吸入性肺炎住院 他就真的回去 喝一口水 喝一口水 吃完 吃完他覺得不錯之後 他就想恢復到他平常 在中風前的一個禁食飲食 喝水習慣 當然就會產生很多意外 所以他三個月 因為兩次吸入性肺炎 有一次老人家吸入性肺炎 有時候瞬間可能會變得很嚴重 到喘 嚴重 甚至插管都有可能 所以他這兩次吸入性肺炎之後 他才同意 開始接受語言治療師的吞咽治療 所以其實我剛剛講說習慣難感 但是觀念更要感 尤其老人家更固執 對 中繼投手 後院投手 有時候他的重要性 可能比先發投手還重要 最後還有九級終結的 張老師 你有碰過年紀大的 比較固執的人 有 蠻多的 那他為什麼願意聽你在治療 他剛開始就會說 我可以吃 對 我可以吃 我不需要治療 我可以吃 但吞咽裡面其實最危險的 其實是液體 所以我們就說 好 那我們試一點乾淨的水 那在這之前 我們一定要先幫他做好安全防護 就是要先刷牙 因為之所以會肺炎 那些其實是口香的細菌 進去了 對 所以我們會先做一些防護 然後先刷牙 把口腔清乾淨之後 就給他一杯水 請他喝 那如果真的是有吞咽的困難的話 他其實就會一邊喝一邊咳 一邊喝一邊咳 那這個時候大概兩口就夠 就說好 那我們來教你一些方法 對 讓你可以不會咳 對 那其實我們剛剛說 最容易嗆到就是液體嘛 所以最神奇的方式就是 你就加一點真稠劑 然後讓你的水沒有那麼稠 然後小口的餵他喝 就會好很多 他就會覺得 我真的應該要學一點 這樣的東西 其實不要固執啦 我長那麼大的 也是前幾年開始學會懂得刷牙 真的啊 以前牙刷都亂刷 後來你去看那個牙科 他還在教你怎麼刷牙 我們兒科跟語言之老師 合作應該是更密切 因為很多的小朋友 他們都有所謂的 大舌頭對不對 講到大舌頭 每個都 做什麼事 我已經講了好幾年了 剪舌系帶跟大舌頭 沒有直接的關係 大舌頭 我們不要再說人家大舌頭 我們正確名字 人家應該叫 購音異常 購音異常就是說 它會有一些取代的發音方式 那這些所有購音異常裡面 跟大舌頭 跟那個舌系帶太短了 只有1.1%有關係 剩下99%都是沒有關的 那我們剛剛講這個發音 三歲的小孩大概會開始說 咳咳喝 四歲開始說雞雞吸 然後五歲以後 大概捲聲音會跑出來 所以你的孩子 如果三歲的時候 問他說蜘蛛 他說滴嘟 這個是正常的 可是如果說到了四歲五歲 五歲以後你說蜘蛛 他還在滴嘟 那就不對了 那有些媽媽是 他說沒關係 我聽得懂 他講什麼我都OK 爸爸媽媽都可以跟小孩溝通 那為什麼四歲以後很重要 是因為他就要上學了 同學聽不懂 老師聽不懂 所以他就交不到朋友 上學就很痛苦 然後就不想上學 搞半天最後原因 也不是因為他上學 這個也不是他學習有問題 也不是因為他過動 是因為他講話 別人聽不懂 就交不到朋友 就當然就不想上學了 之前那個有一個很有名 就是高山峰 他小孩就這樣 然後他才驚覺 原來我的孩子的困難 困難就出在這兒 然後經過語言很快 其實語言治老師稍微 對 很快 大概三個月 五個月 整個講話 所有其他的親朋好友 就是原來你小孩講話 是可以這麼標準 我們都誤會他 我真的覺得就是 我剛剛就是黃醫師講的過程 我都有經歷過 基本上從我有記憶開始 近幼稚園開始 每一個人看到我就 開始學我講話 你講什麼我都聽不懂 然後我每一次去學校的時候 我都覺得我被霸凌的感覺 因為我覺得 你們為什麼要學我講話 而且在我的耳朵裡面聽起來 我講話沒有你們那樣子 超靈呆 我到現在還不是很清楚 對 妳有去上正義班這些 我有 我先去耳鼻喉科 然後我請醫生幫我看說 是不是那個蛇系帶 蛇系帶 就是黏太緊 結果當下那個醫師就拿剪刀 當下他也沒有幫我麻醉什麼的 他就幫我剪了 不痛 真的不痛 然後可是我過了一個月之後 我再去找他 我想說剪了之後 你找不到 是不是 我就想說剪了之後 那我就是感覺人生就一片光明 因為醫生說剪掉之後 你就會好很多 可是我回去之後跟醫生講 醫生沒有好耶 他說因為你的習慣 那我教你一個方式 你就拿一支筆 然後咬著 咬個 然後譬如說 或是瓜哥 好帥 瓜哥 你好會骨骼 對 他說因為你可能 我去看醫生的時候 已經國中畢業高中了 所以你已經十幾年 都是那樣講話的方式 你可能是因為習慣 所以他就叫我這樣 然後所以我每次跟人家講話 都會這樣 然後練了一兩年之後 然後我就想說 而且你身邊可能 應該覺得你很輕巧 對 我在跟你講話 你一直在那邊這樣 可是我真的很想變好 因為不管是以前 還是在各行各業 你只要講話不清楚 都會被人家有一點看不起 後來原治療師就開始 叫我唸一些比較難的 譬如說 山人成虎 虎中有老虎 什麼之類的 就是平常人 不會唸的一些落口令 他就說 你慢慢唸的時候 我聽不出來 你有任何大舌頭的症狀 你不是大舌頭 你是心理因素 教訓的大舌頭 他說 真的有一些人 可能你因為講話太急躁 你慢慢講 是可以非常清晰 你沒有任何一個 你現在節奏很好 對 你沒有 我練好久 那個鼻咬了兩年還不好 還可以 鼻咬了兩年 復健也做了 就是復健科也做了兩年 然後他是每一次 會出功課給我 而且我覺得語言治療非常的 滿便宜 收費滿公道的 這不是重點嗎 一塊一次號一百五 後面六次都是五十塊 就拿劍膀過去五十塊 我又把人家講出來 人家快合不下去了 不是 因為我怕有很多人 會覺得說那個是 就是算是奢侈的消費 但是我問你 對你有幫助嗎對不對 有 這個是重點 讓觀眾知道 為什麼語言治療師 對 藝術音樂功能無限大 用他治療你們的心啊 其實今天這一集我期待很久了 因為我在十年前 我的醫院 那時候當副院長 那時候我們的復健科主任 非常有心 因為在所謂的物理治療部分 分三個範疇 一個是 就剛剛講的痠痛不舒服 甚至有一些中風以後衍生出來的 另外一個是 兒童 兒童是一個非常大的範圍 第三個心理上 可能就是類似你這種心理的一個復健 那時候我們復健科很有想法 因為他早療的部分 希望可以加入一些好的治療 早療就是像 因為可能一個生產 或小朋友一些成長 有一些 或者是 或者其他的 其實現在有黃金治療時間 如果你在六歲以前 他是一個黃金治療時間 他是 對 你來不及了 對 六歲以前黃金治療時間 其實他可以有很好的一個治療效果 當然還有一些我們復產科 或者是成長發育 衍生出來的腦性麻痺等這些 所以那時候我就幫我的老闆 跟我老闆爭取 我說我們要這個社會良心 第二個 這個範疇很需要人家來 而且我們的復健科醫師 其實他很有專業的團隊 其實在十來年前 他就把音樂治療 語言治療 藝術治療 運動治療 所有的團隊都拉好了 包含電腦 設備等 所以我跟老闆 老闆說 開玩笑 老闆 沒問題 這個市場很大 我跟人家說六四都收五十塊 這就是我要講的 後來沒做成的 也一直在這邊 他估計錯誤了 沒有 因為我們那時候 在估計一些 因為其實這個市場性 真的很大 因為我們看得到 有這麼多的需求 以及少子的話 媽媽對小朋友的成長 還有現在也感謝小兒科 幫我們發掘出很多 注意力不集中跟過重症 那下一步怎麼辦 用嘴巴講沒有辦法 其實他需要好的團隊 其實最好的團隊會是在 復健治療這一塊 一開始真的滿熱鬧的 很多人來 但因為復健在台灣的幾步 是偏低 150塊就是六次 但這種六次其實以前 就是一般身體復健 它工具一樣 它就叫你在那邊躺一躺 做一做 可是如果其他更專業性的治療 包含語言治療 藝術治療 甚至音樂治療這一部分 其實他老師的師資非常有限 像我們在桃園 每次都拜託老師從台北來 而且他沒有辦法 你講得對 其實我們那時候 到客人你知道嗎 你要到兩站 因為一對一請得起的 沒那麼多 所以常常 他又不能一對一多 所以他可能一兩個 萬一有一個放鴿子 老師要不要來 所以一開始 等於是我們切錢慢慢弄 但是後來撐不起來 一年之後沒有做成功 我們就努力再轉型 後來還是會走到 比較一般版的 但是那種高階的職能治療 就有點可惜 因為他人才太缺了 不過後來我就安慰我老闆 說老闆我們做功德 對 所以做功德就不知道 我平常院長還早講 我剛才我十念天都講 賺錢有別的方式 這個就做功德 剛剛那個陳醫師提到的問題 其實很值得重視 因為不管是先天 或者是後天的疾病 除了生理上面的附件 很重要以外 心理的附件也很重要 那我們藝術治療 其實就是心理治療的一種 對象是哪一種 對象是哪一種 其實它跟它的緣起有關係 對 就是這個藝術治療 它是在二次大戰以後 就是因為當時很多戰後的士兵 他們有了這個 創傷後壓力症後距 跟越戰是一樣的 對 其實二次 然後越戰 韓戰以後 就像電影 然後就睡覺睡到這樣 不行 對 或者開始有幻聽幻覺 甚至有的人 不然有失語症了 那這個時候 他們的那個創傷壓力 如果用傳統的那種 語言的諮商方式去做治療 是不夠 其實是不夠的 我們一般人要去講出來 負面情緒都很困難的 更何況是這個戰後的 這種有創傷的人 所以這個時候 是在二次大戰以後 歐美才開始興起 藝術治療或音樂治療 今天有帶來一些 是這些都是 要治療的道具嗎還是 對 我們在做的過程當中 像最常見的就是有 那像對我來說 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個子 大概是十年前左右 對 然後那個孩子 他大概是小學一二年級 然後是他的醫生轉過來的 然後因為那個時候 爸爸媽媽發現 他每天都必須要帶 他才願意去上學 對 可是媽媽問他說 你為什麼要帶這些去上學 因為老師都投訴說 這樣子同學都會很害怕 可是他怎麼樣 他都不願意說 所以後來的時候 醫生就把他轉介過來 那大概在兩三次 跟他建立關係之後 有一次他就願意跟我講說 老師 我今天想要你幫我畫 我的描身畫 就是我幫他畫那個輪廓 那他就躺在我地板上面的 大圖畫紙 然後他就縮成一團 那你可以想像縮成一團之後 畫起來就是一團的一個 就是一坨的形狀 然後他就把那一坨 畫成一個小嬰兒 然後接下來完了之後 他就從我的治療室裡面去找 因為我們有沙盤 然後我們也有水龍頭 等等這些 他就在那個小嬰兒身上 就開始灑水灑顏料 灑沙子 對 然後他在 他幾歲 那時候幾歲 那個時候七八歲 就他大概是小一小二的年齡 那是有問題的 對 然後我說我是嚇一跳 可是我可以想像 如果是那個小嬰兒 他被這樣子攻擊的時候 他一定更擔心更害怕 後來的時候他就說出來了 那個他為什麼要帶小刀去 為什麼 因為他在學校的時候 因為小朋友都搶著 要玩盪鞦韆 結果後來有小朋友 拿那個玩具手銬 把他靠在那個盪鞦韆上 然後接下來就是拿石頭 殺著水 去攻擊他 所以產生陰影 對 他產生陰影 所以他後來他 必須要帶著那麼多的小刀 所以當他情緒 表達出來的時候 其實我們不會一下子 像大家想像當中 一下子跟他說 你應該怎麼做 你應該怎麼做 因為其實他一說出來的時候 其實他需要人去陪伴他 走過那個過程 然後等到他慢慢的穩定下來之後 我們再去給予他建議 那這些是用來做什麼 對 像這個創作 這兩個的小朋友 其實他有嚴重的口氣 然後所以他在學校 這兩張同一個人創作 是同一個人創作的 那這個人物呢 這是小朋友 他很小 他大概就是六七歲而已 然後那這個人物 不曉得大家看得出來 這是誰 蜘蛛人 這個 是不是 蜘蛛人 是蜘蛛人嗎 瓜哥你真的都紅色 就蜘蛛人 這不是蜘蛛人 這不是蜘蛛人 蜘蛛人 這個比較難猜 火箭蜘蛛 蜘蛛人 蜘蛛人 對 就功夫很好 對 所以他們兩個是不是有一些特色 蜘蛛人 蜘蛛人 他會一直罵髒話 然後講話很流利 這個也是會罵髒話 他的講話也很流利 對 因為他後來 他是被植入了一些晶片 然後變成會講話的 對 那個機器玩雄 所以這兩個人物 就剛好可以投射一些他期待的 像他表達出來之後 你去幫助他去理解說 所以 要走正確的方向 對 那黏土呢 黏土的作用是在哪裡 那像黏土的話 是因為他譬如說在這種 我們感官經驗的這種 擠壓捏塑的過程當中 其實人會覺得 逐漸的有一些 平靜的效果 就好像小孩子有一次 不是玩那個 像那個敵地那個 黏的那個 對 瓜哥你在幹嘛 眼鼻涕 眼睛感 不要學文書 瓜哥我們進去 我現在做一個東西 牛...牛軋糖 如果長者他一拿到 他就很高興的 像瓜哥一樣 做出來一個牛軋糖 我們就會說 你喜歡吃牛軋糖嗎 喜歡 不是喜歡 就可以吃 我最近解讀剛剛 他獨技也很高興 比較... 符合 我剛剛是想 那這樣很好耶 捏了變牛軋糖而已 用麻將有沒有 如果是那個 譬如說我們一起工作的老人家 他一拿到 他就開始做麻將 那我們就可以想像說 接下來我在跟他的 互動過程當中 其實我可以多提到這個 麻將的這個興趣 對他生活上面的功能 那就太棒 你叫他做整副 對 我不是做麻將 接下來我做的就不一樣 什麼... 西班牌 沒有... 他已經很缺好了 我們在講治療 一直叫賭博 全部是賭的東西 可是如果人家真的 他一拿到 我們什麼話都沒有講 他就開始做 他自己有興趣的東西 其實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他的社交功能 他的幽默感都還在 像如果像這樣 我們在治療過程當中評估 我們就會很安心 告訴他的照顧者 照顧他的家屬 就說 了解 謝謝... 謝謝 謝謝金牌 所以剛剛短短時間 讓各位了解 藝術治療師的功能 而且藝術治療師 要很厲害 要能理解你的心 有點像扮演心理症 有事對不對 因為你要了解他做什麼 你能解讀給他提 要不然沒有辦法 達到治療的功能 對 所以我們以前 最常被誤解的 就是十幾年前 剛回台灣 最常被誤解的就是 小朋友帶來畫了一張圖 爸爸媽媽就會問我說 老師那你知道他的過去 現在為了治療師 不是 不是 這個都會比較高 麻煩你找唐立騎老師 我們今天也請來 音樂治療師的 是 音樂治療可以介入的範圍 也非常廣泛 像是從新生兒 我們在新生兒加護病房 或是兒童加護病房 或是一些就是 整個長期住院的病童 都會是我們可以協助的部分 或者是像是剛剛提到的 一些發展遲緩 自閉 這種早期療樂範疇 然後像是到成人的 像是成人復健 這個部分就是因為 音樂還有很多元素 像是 旋律 和聲 音準等等的 我們就是 因為這些元素 我們已經很多研究 證實在大腦 是很多同時被活化的一個部分 是 我們也會用很多不同的樂器 去協助我們做這個 整個治療過程 像這種 就是不同聲音的樂器 這個就可以 有很多小豬豬可以刺激一些 觸覺敏感的小孩 我們可能就是會 從他的一些上半身 開始去 慢慢的去按摩 然後增加他 對這些觸覺的一個 一個容忍度 來 老師 我們要不到中間來講 可能很快 這以前是大的 還有 對 還有更大 不同尺寸 對不對 不愧是歌手 這是下雨天的用 對 對 不過都給你治療病人 應該會很歡樂 真的耶 對啊 對 因為其實我剛剛提到 早聊的部分 就是我們有很多音樂 或是歌唱 或是樂器的部分 去協助口語的表達 然後像是這邊 比如說一個歌 就是 哈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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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一起說哈囉 哈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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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一起說 哈囉 哈囉 她說哈囉 瓜哥 她說哈囉 哈囉 哈囉 或者哈囉 用這個就好了 這個 對 因為其實很多 就是沒有口語 或是口語狀況 有一些障礙的 一些個案 她其實我們用音樂方式 就會很好引導她 刺激她的語言出來 是 我的案例就是 遇到一個重度自閉的孩子 因為她重度自閉的話 就是她可能 口語會非常非常的少 或者是幾乎就是沒有口語 或只能仿說 最後的一兩個字 那妳們示範一下 妳問問我小孩 妳問 妳問 你 我吃過了 那妳吃什麼 我睡著了 會有答回什麼 會 也是會有答回什麼 不過她狀況比較 比較特殊 比較嚴重 是她 連就是 回答都不回答 她都不這樣理妳 對 就是重度自閉的孩子 她在口語跟社交 或是她最大的 這個時候妳怎麼 給她做治療 這時候就是爸爸 她一開始就是把她帶來 就是想說 試試看 在台灣接受這種 特殊教育 音樂治療有沒有效果 因為她覺得她孩子 常常會聽一些 YouTube的音樂 然後給她哼 但是就是沒有口語 就是她會跟著哼 所以她有出口的地方 對不對 對 而且其實很多 音樂跟口語 也是有很多相關聯性的 對 然後就 然後就把她帶來 試試看音樂治療 然後當開始 一開始還是很排斥 會有很多哭鬧的反應 不過我就用很多 即興音樂去跟她互動 比如說用音樂去 模仿她現在的動作 模仿她現在的聲音 讓她去注意到 察覺到說我在跟她互動 我在跟她玩 一定要吸引她注意 對不對 對 然後讓她察覺到說 人跟人之間的互動 這樣她才會去 聽到我的指令 她會去模仿我的動作 我才可以讓她去 學習一些什麼這樣子 是 了解 對 所以你會不會覺得 這一堂課 是六堂課一百五 還是 你會不會覺得很難轉 會不會到名字 名字 還轉得多一點 五線 五線 這個都智慧的 這個沒有健保 都智慧的 智慧喔 真的還可以啦 來 謝謝 謝謝 這些以前都沒聽過 是近幾年才有這些對不對 是 所以我們慢慢其實醫療的品質 服務各種項目 就越來越多了 越來越多 越來越好 也要透過我們節目 讓大家了解 還是可以找這些 不然真的不知道 對 接下來看到物理治療師 職能治療師 病患傻傻 分不清楚 物理治療師 職能治療師 或許在今天這個 心靈現場治療師 大家可能還算是比較熟悉的 中風之後 要做物理治療 要做職能治療 那我這邊拿一個例子 給大家看一下 就在急診室 常常會碰到 我們很多外傷病患 尤其很多工人 在坐這個車床 或是坐一些機器的時候 整個手被壓砸 是壓扁 壓成肉泥 所以我們先看一個案例 所以這個案例 這個人是一個大拇指 被壓扁 壓扁了之後 大拇指不見怎麼辦 意思是你看看得 好像肥肥大大對不對 那個是打拇指 腳的拇指 所以意思是 把他的腳的拇指怎麼樣 把它轉移到手上去 那問題來了 好 這個是一開始手術後的 那過一段時間 我們再看下一張 慢慢慢慢就消下去了 它會... 消下去了之後呢 看起來外觀你不仔細看 你還沒有發現 那個是腳指 它為什麼自動會消 因為很多脂肪組織 一開始的時候 有點充血 腫脹 那一段時間 慢慢慢慢就消下去了 那問題來了 今天我們不是... 對... 我們今天不是讓它外觀 看起來正常 對啊 你要有刺激啊 我們知道大拇指功能很重要 我們大拇指 我們手的功能 像我們一台都是這隻手指 我剛剛講的 一個指頭 佔了手功能的近百分之五十 所以你先想想看 我們正常人是我們的神經 我們手的神經去控制它 讓人家手去動 讓它比站 或是比這個對不對 那你現在是神經下去之後 下面畫了一個腳 那個是腳母子 是腳的神經 你怎麼讓它第一個 關節功能 讓手控有第一個的存在 這第一個 所以這個就是物理治療師的功能了 我們手鑽底重接之後 我怎麼讓它的關節 和它的功能還存在 第二個 我這個功能不只存在 我不是要摸牌 我希望它能夠回到職場 去發揮在工作 或日常生活上的一些功能 那怎麼樣功能存在之後 才把它這個功能轉移到 生活上 工作上 正確所謂的智能治療師的角色 所以其實你知道 如果今天我剛剛講過 所以智能治療 物理治療 在很多情況下 它是最強後援 如果你沒有它 對不起 這一場比賽就輸掉了 物理治療師 是健康的好幫手 只要跟健康有相關 都可以 那剛剛提到的是急性治療 有沒有 其實還有一直 附健 還有長照 非常廣關 我把它簡單分3M 就是簡單分 不是全部 比如第一個M 很多觀眾朋友可能去接受過物理治療 有沒有 拉腰 拉脖子 做那些儀器治療 用儀器來治療 叫儀器治療 第二個M是menu 結果物理治療是用 冠狼的雙手 來幫你做治療 第三個叫做 就是我教你怎麼做運動 然後透過運動 來達到治療的目的 那我有一個比較極端的案例 是骨盆 他車禍骨盆骨折了 撞碎了 然後外科醫師當然就開刀 把骨盆接好 接好以後 他就開始長短腳 走路會薄一薄的 那走久了以後就會定型 那他來找我的時候 我一檢查 骨頭沒問題 骨盆的確手術很成功 腳也沒有長短腳 公骨 膝蓋骨都OK 但是就是因為 所以叫訓練 這個是用第一個徒手治療 幫他做一些操作治療 第二個就是用運動治療 我教他怎麼樣做肌力訓練 教他怎麼做伸展 訓練一段時間以後 再開始步態練習 步態矯正 結果一段時間 他就可以正常走路 他就非常高興 我來示範一下下好了 這個叫做彈力棒 彈力棒可以練肌力 我們剛剛講 練肌力 有人說肌力很差 什麼 讓你這個擰這個 當然這個有不同的強度啦 像瓜哥這一根是比較粗 比較強 這一根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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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不是我講的 他講得好 這個呢是怎麼樣 練肌力嘛 這是可以你 還可以練肌力 練肌力 練肌力 你可以按嗎 這是我的夢想 畫面怪怪的 然後來 所以如果說很多 運動的話很多種 當然呢 還有一種就是 所謂的平衡訓練 這是練平衡的 你站起來以後 就訓練平衡 腳腿肌肉好用力喔 因為你在這個練習過程 當然這個狀況不一樣 有沒有 這樣就 團結力量很大 有沒有 真的是厲害耶 好 沒關係 這個是一個棋型 那我今天想要再示範一下 我們徒手之間是要利用萬能的雙手 譬如說它有五十天 只能擠到這裡 幾多月 你當你不舉的時候 我們就會幫你長高 有沒有 慢慢慢慢透過這樣的一棋型 慢慢慢慢伸展 然後越來越高了 就是透過一段時間 一天兩天 就角度越來越靈活 讓他關節靈活 第二個 他有時候很痛的時候 我們透過按摩 可以疏解他的痠痛 繼續 怎麼舉起來 怎麼舉到痠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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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醫師 謝謝醫師 我想要問醫師 就是說 一般我們焦點都會在病人身上 那其實我媽媽八十歲中風 那第一次中風的時候 他還可以拿著走氣走 那每一次去陪他復健的時候 其實非常辛苦 你醫生都會叫他做一些 比較有難度的動作 然後要持續要 那你就會 需不需要讓他那麼辛苦 你就會想要放棄 就不要讓他那麼累 因為第二次的時候 他已經是幾乎要他站起來 都已經很有難度了 那其實這個時候 我們家人到底要不要堅持 一定是要做的 這個通常要引擋 評估他的能力到哪裡 以接近他的一個能力 讓他專注一下 用一點力 注意一下 認真一下 就可以達到有成就感 所以我覺得物理資料 真的很重要 因為像我之前就是 運動手腕 我突然間 沒辦法使力 很痛 然後一直會有咬咬聲 我連哪一個東西 我握力都不足 然後我要舉起來 我還要用右手幫助他 然後那時候就看骨科看什麼科 就亂弄亂推 然後還是不會好 越來越嚴重 最後是接觸到物理治療 他就說你不要再亂看了 他說你從頭到尾就是 他就拿一個東西 壓在我某一個地方 很痛 他說你就是每天按這個地方 按這個地方 你就是乖乖做這件事 他就好了 在復健的團隊裡面 其實如果在醫院 我們都會開會 就是醫師 相關的醫師 跟我們所有的治療師 都會說我們做了什麼 然後他進步多少 所以現在各個治療 都還需要再加強什麼 然後我們定出目標 然後之後讓他出院 或恢復生活功能 所以其實像這個中風 脊椎損傷這些 都是我們會一起照顧 那像職能治療的話 其實滿常在節目上提到的 就是大人的部分 但我們還有兩個 就是精神科跟小兒 那我現在要講的是 一個小朋友的例子 就曾經有一個 三年級的孩子 來到我的診間 他就是被學校老師說 他是不良少 長大一定變成XX的那種 對 然後就是一直威脅 讓他心情非常不好 所以常常頂撞老師 就是行為有問題 結果媽媽很難過的 帶過來跟我講說 我從小就是看各種書 來照顧他都沒有用 我就說那他是什麼狀況 他說有一點注意力不好 然後他四歲的時候 有做過職能治療 後來覺得沒什麼效就不做 後來就自己看書 然後他發現 他好像有觸覺敏感 所以從四歲 就幫他刷那個觸覺刷 刷被刷到三年級 他就說為什麼他刷了那麼久 小朋友還是有行為問題 結果我評估之後 就發現那小孩 根本沒有觸覺的問題 就是他其實是肌肉力量 比較低張力 所以他隨時都會覺得很累 那因為很累 就常常會不專心 想要跟旁邊的人講話 然後就會被老師罵 一罵他心情不好又頂嘴 所以就是惡性循環 最後我們就是 針對他這個來幫他治療 那一般來講 我們在治療室裡面 都是透過玩 遊戲 所以我們會佈置各種情境 要他鑽 跳 過獨木橋等等 訓練他各種激勵 然後讓他在玩遊戲的過程 所以像我剛才那個個案 大概密集很強烈的治療 三個月之後 那老師就覺得 怎麼換了一個人 球隊要勝利 一定是靠每個環節 螺絲要酸緊 醫療團隊也是一樣 再簡單的醫療照護工作 也需要有再良好的 更好的團隊合作 才能為病人提供最恰當的照護 別忘了感謝醫師的同時 也感謝這些努力 幫助病患的治療師 給他們鼓掌一下 謝謝 毛巾擰不乾 動不動就覺得累 有可能是身體的肌肉正在流失 身體肌肉流失的話 體力就會漸漸的下降 有可能會造成失能 還有跌倒的風險 其實我們可以透過幾個簡單的動作 來了解自己的體能狀態 好比說是不是可以 在雙手不幫忙的情況下 15秒內從椅子上 反覆站起來5次 或是一口氣提起5公斤的水平呢 提升肌肉量除了均衡的飲食 還有適度的運動喔 我們可以從肉 蛋 魚 還有堅果雜糧當中補充 聖功能正常的老人家 建議每天要補充 每公斤體重1到1.2克的蛋白質 如果提升肌肉量的話 對於行動力跟對抗疾病 都會有很好的影響喔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